得云社演员有一句话叫做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也就是说在台上的话无论你是多大的辈分 在台上为了演出可以尽情的杂瓜 因为是在台上为了观众卖力气演出 给观众带来欢乐 所以不会有人生气也不会当真 俗话说得好 什么呀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我台上男生开开心怎么了 咱干的是这个职业 人余老师怎么了 余老师祖宗十八代死光了 人家说怎么了 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 苏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人大水不冲我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就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 就是大水不冲你 你就乐意 当然了 台下 当然了 给我五分钟 摆平 而德云朔还有一句话叫做戏大于天 近日岳云鹏发文分享了一篇歌颂父亲的歌 让岳云鹏一边听一边流泪 看哭了许多网友 这首歌主要是歌颂父亲为儿女操劳一生 养大成人 这份恩情子女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这首歌的歌词淳朴 对父亲的感情情真意切 也勾起了岳云鹏对自己老父亲的回忆 岳云鹏之所以对这首歌如此共情 就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个最大的遗憾 那时的他刚刚成名不久 2013年那时的他还在德国演出 父亲却在家因病去世 郭德纲已经给岳云鹏订好机票回家 但岳云鹏却觉得这样对不起观众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强忍着自己的悲痛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分成的相声 人人都夸岳云鹏有意得 却没人知道岳云鹏因为这个遗憾 在背后流了多少泪水 难过了多少次 在今年的7月13号 是岳云鹏父亲去世八周年的日子 小岳岳发文沉痛悼念自己的父亲 岳云鹏在自己的微博上说 八年了 爸爸您在那边还好吗 想您 有句话说得好 孝顺不能等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在 尤其是许多成功人士 等到功成名就 想要孝顺老人的时候 老人如果不在了 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遗憾 而岳云鹏就是这样一个人 因为戏大于天 没能看父亲最后一眼 如今的他大红大紫 身价过异 可是他的老父亲却没有想几天福 岳云鹏曾经说过 自己的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七个孩子都能成家立业 有自己的房子 不用全家挤在老家农村的破房子里 岳云鹏在成名赚了钱以后 没有第一时间给自己换别墅 换豪车 而是把自己赚的钱拿来给自己的五个姐姐买了房子 每个人一套 在他的介绍下 姐姐和弟弟也都有了非常好的工作 为父亲完成了心愿 在岳云鹏为父亲写的歌 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里 岳云鹏情真意切地说 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 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 让你看看我的儿女 长得像我 又像你 这句歌词唱哭了无数网友 尤其是那些跟岳云鹏有相同经历的人 都非常怀念自己的亲人 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如今幸福的生活 做孩子的成就越高 成绩越好 心里就会觉得越遗憾 为什么父母看不到自己现在的成绩 如今岳云鹏生病在家养伤 可能更加能感受到 父亲当时生病在床时 对于他的思念 网友们也纷纷安慰岳云鹏 让他不要哭 岳云鹏这么多年以来 之所以能一直大红大紫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人品 对待妻子忠贞不二 对待自己的师父忠诚无比 对待自己的家人掏心掏肺 可以说是有情有义 这种真实的情感打动了大家 如今岳云鹏事业顺利 家庭美满 相信他的父亲在天有灵 也一定会为他的儿子感到高兴 在这种感受的心和风格里 是在我身边的心和风格里 他人能有令人想要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